看几个来探定的一个探定的那种点吧 好 可以 宁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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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你的战法完成度到多少了 好像就有个大概吧 大概50%有没有 就是差不多吧 差不多 有哪几个战法呢 你能说一下吗 比如说裸K RSI或者是那个震荡指标 或者是什么 均线 隧道 VGAS隧道或者是普通的均线组合 我觉得我比较笨 我就用均线的吧 然后加上裸K的 其实我也想用布林 但是我还没研究好 还没研究好 你现在就是做突破行情吗 你的意思是 不是 鳄鱼它不是可以判断它的已经开始震荡了吗 对 你真聪明 你是反向用 我们当时我给大家讲的时候 我讲的是鳄鱼的突破 你是用它鳄鱼的震荡 因为你的战法是属于震荡战法 对吧 对 是的 你太聪明了 在震荡的行情下面它赚钱 非常聪明 大家一定要就是反向 就是反向去把这个东西去用 是非常好的 这个鳄鱼 你看鳄鱼我当时说的这个 判断它的趋势非常不错 它想反 它用它的震荡模式 诶 这非常漂亮 然后 杨浩呢 杨浩 能说一下吗 浩子 说不了 好 大壮来了 来 大壮你说一下 你现在战法补充了多少了 我今天再教给大家几个战法 保证让你们拍案叫绝 每节课我们都至少交两个战法 好 呃 吴壮 吴壮在吗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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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战法成了多少了 啊 战法 我 但我现在我感觉那个 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战 但我感觉我开单挺准的 基本上看的很准 很准 你是裸K吗 裸K加均线加趋势吗 还是什么 不是 是那个 是那个 什么Vegas 穿空道 Vegas隧道加布林是吗 不是 Vegas双隧道 然后呢 还有什么吗 Vegas肯定不能单独使用啊 你肯定还加了其他的一些辅助吧 对 Vegas 然后加个布林 Vegas我就是用两两两个就是 144 169 然后一个288跟那个 338 二几六的那个 哪里有个296 方磊 不是二几 不是那个二几六 288 3几八 就是乘以二嘛 然后变成两个通道嘛 然后再根据布林线那个趋势 布林线的反向 反向K线推断 然后推断出他的布林隧道 然后 然后做他的震荡是吗 做他的上下边缘 这个 对做边缘 在那个200线之前 你不是说过那个均线的200吗 在那里面做 我只做那个200上下的那种 就是不是那种200线那种趋势的 我不做 在那个布林通道里面 然后根据那个 根据那个Vegas里面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飞波纳器那个 那个数值嘛 那个线 然后判断他的走势 你连飞波纳器里都用上了 你飞波纳器用的是什么战法 你能讲一下 你用的是昨天的 就是他那个 就是1441 多少呀 1441 169 144169288338 169 对 576 不是 笑死了 他是第三倍 他是123倍 他是1234 他肯定是早 1288338 对 就两倍嘛 然后两倍不能有两个通道嘛 对吧 然后那个通道看 其实那个通道也能做压力位 也能当趋势做 就是在那个趋势里面 我只我只做那个趋势 可以 就不不做他 不做他的那个反向 可以 那你就说做顺势 就是那个 比如说那个一个小时的趋势 在那个通道里面 然后再看那个 那个那个 四个小时的趋势 就是小趋势跟着大趋势走嘛 可以 啊 行 你看 杨浩没跟我交流 我不知道情况 杨浩 杨浩 你能说话吗 浩子能说话吗 说不了的话 你看 我们现在同一个班 同学 同样内容 分歧已经开始非常大了 喂 喂 杨浩你说 我想 你现在的战法是啥 呃 主要是均线吧 其他的 均线学了很多 比如老丫头啊 比如说像什么 像什么 均线 光均线学了不下五种了 对 你是确定学了哪一种 哪一种的均线 我还在 呃 这样 哎 你别还在搞了 你你找小魏克隆一个吧 我觉得你你应该可以像像小魏的那种方向来学习 小魏这个可可时操性很强 就是他用鳄鱼 他用鳄鱼加布林 石操性非常强 执着震荡 你客下可以找他求求金 让他把这个战法告诉你 其实其实他这个战法 如果你前面的客听了的话 应该你你我这一说你就应该是知道是什么战法 好吧 好 好 你看啊咱们现在五位同学 现在已经完全都已经分到扬镳了 大家看出来了吗 大家看出来了吗 完全就是已经完全不同的战法了 这就是我说了 就是每个人学出来的东西肯定都会不一样 这个大家现在应该是不会有再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来说呢 给大家再报个喜 我这边战法 当然我这里不止一个 就是我这里不止一个战法 我这个战法是什么 是全结构战法 全结构战法 这个战法 我昨天 我昨天跟石头把它碰出来了 然后呢 我让石头帮我统计了一下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模式来统计一下 你现在的这个战法 所占的这个盈亏比 还有叫胜率 主要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盈亏比 一个是胜率 我们是统计的是一个小时的黄金 是从2021年统计到了2021年的1月份统计到了2022年的1月份 就统计了365天 统计了365天 然后是统计了一个小时的周期 然后在一个小时周期里面呢 我们一共开了32个单子 一共32个单子 其中 这里我们说一下 这个地方注意 这个地方出现200是什么意思啊 200是代表我们设置了一个叫保本笋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今天第一次提出来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保本笋 什么叫保本笋 我来搞一个 我来 我来 因为今天是周日嘛 只有比特币可以做嘛 所以我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 因为这是个虚理的啊 这个没关系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什么叫保本笋 因为可能大家还总是听到这个词 但是从来没有去用过它 我比特币呢 比特币 因为今天只有比特币在走 只能只有比特币能够下单 所以来说呢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来设置保本笋这个玩眼 然后昨天把我气死了 那个大猪跟我在那里争 什么不是在跟我争 跟石头在争 什么叫保本笋 哎呀我听得笑死了 我说大猪现在也是流逼了 也是流逼了 我现在就问一下大家 你们所认为 你们所认知的什么叫保本笋 因为 就把直损位放在开仓位的上面 直损位放在开仓位的上面 是这个意思吗 就放在开仓的地方吧 开仓的地方 是这个意思吗 其他人呢 你们是怎么理解保本笋的 老猪的理解跟跟我们的理解都不一样 应该说跟我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昨天我们还为保本笋这个事情 石头跟老猪还真的一家 把我听的笑的跟两个人像唱唱双簧一样 保本笋的意思 其实从字面上理解 其实就是什么呢 这一单子一开始是赚钱了 后来呢 叫利润回土 他有个专业的词叫利润回土 就是赚钱了以后呢 本来是你开了多单 先上去了 上去了以后呢 又下来了 下来了以后呢 如果这一个人设置了一个保本笋 他就说他保本 至少来说他不会亏 下来的时候他不会亏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假设一下 我们假设一下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开了一个多单 比如说假设你在这个地方 开了一个多单 然后你看啊 一开始呢 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往上走 赚了一千八百个点 一千八百个点 然后啪啪啪往下走 往下走的 你如果这个地方 你看啊 他如果到下面去了 你就亏了 你在这个地方赚了一千八百个点 如果你是零点一手的话 你就将将近赚了一百八十一美金 一百八十一美金 你看往下走 一下子就变成了 五付五百美金 这对于人类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以接受的 因为你说你可以赚钱 你可以不赚钱 但是你不可能是说从一个赚钱的状态 又变成了一个亏钱的状态 所以来说呢 就出来了一个东西叫保本损 保本损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这一个价格突破了一个价格的时候 比如说突破了这个地方七百五十九 那么我就把这个我就把这个他的这个平仓位 就是就是亏损的时候 平仓位往上挪 挪到这个地方 就挪到这个地方的以后呢 他往上走 那么我就继续往上移 然后呢 他往下一打 比如说打了多少点 他就会自动平仓 这个呢 就叫保本损 我这个比特币怎么打不开啊 我这 好 我这打不开啊 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回事 反正这个 哎 打不开 换一个啊 这个上面它是可以设置保本损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保本损的含义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一开始能赚钱 然后呢 你设置一个保本损 如果出现了亏钱的情况 不叫亏钱 就是差不多可能会预示着你亏钱 你就直接走人 就是至少保住你的本钱 保本的意思是直接保住你的本钱 不是让你盈利 昨天老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保本的主要意图是让他利润更大化 那这个东西就不叫保本了 这个东西就不叫保本了 你就保本那就保个什么本了 你利益最大化那就保本了 我的天啊 你这个是怎么理解的 字面意思 这个在走吗 因为只有在走的盘我才能开单啊 这个没走 没连接吗 这是 你去MT4里面弄一个吧 哦对 MT4 可能MT4的这个 MT510不好 就是这个MT5 主要是用它的周期啊 因为周期比较多 MT就是它连接时常会有问题 MT4 MT4 好 那教大家用一下保本笋 这个玩意儿大家学会了以后 一定要把它开启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开启 保本笋 然后保本笋讲完了 那我们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1月份的涉容 涉容数据啊 涉容数据也是我们第一次碰到 所以给大家讲一下 以后大家自己解读啊 我这 这也不行 算了 这个保本笋我下回再讲吧 我这不知道为什么刷不出来 没有连接 好吧 我这都没连接 反正就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自己设一下 就是它有个 它这个里面 MT5里面有一个叫追踪指引 你们可以看一下 有个叫追踪指引 这个追踪指引 它是设定一个什么 什么时候启动追踪指引 假设啊 假设我们设置的是200 假设它这地方我们设置为200 它要设置两个数值 一个叫追踪指引的启动点数 就是追踪指引的 追踪指引的启动点数 我们假设它设计成200 也就是说 只有利润超过200的时候 这个追踪指引才会打开 注意啊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前提 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 然后第二个前提 第二个条件就是 追踪指引200以后 然后到了什么地方 就比如说 我们在设置下一个数值 就是向下回退多少个点 它就会直接走人 就比如说 它现在到了201 到201 然后呢 我们设置的是100 那么它向下走到101的时候 好 OK 我们就这一单就损掉了 这个地方呢 就叫薄本损 大家记得啊 这个地方就叫薄本损 就是说 它一开始是赚了201 如果我们做的是个多单 然后这个地方是201 然后呢 它就开始回调 回调到下面 这个中间的距离是100 那么这个地方就直接给干掉了 这一单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平掉了 大家懂了吗 大家可以自己在这个MT4里面 你们试一下 叫追踪指引 它这个里面不叫薄本损 但是它的这个词呢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叫追踪指引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 来吧 继续啊 继续 我先把这个 我的这个跟大家共享完 然后呢 我们当时设置了 设置了 设置了一些这个开单的这个模式 这个 就是不是啊 不是设置开单模式 设置了一些指引模式 首先就是轨道 就是布林轨道 这个之前教过大家了 然后呢 1比1.5 就是说我 我赚1美金 我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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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止损是1美金的话 那么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盈利 至少是要达到1.5 然后1比1 1比2 这个应该是1比2 这个是1比1.5 它这个写的是 应该是1比1.5 这写的真的是 不专业 怎么叫这样写 这个1.5 1比2 这是1比2的指引 然后呢 还有创新高和创新低 这个我就原来跟大家介绍过 我在这里再重新强调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开了个单子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开了个单子 这个地方开了个单子以后 我们如果要指引 我们看这个位置 破掉这个地方的新高 再往上面冲10个点 20个点 或者50个点 我们就这个地方叫破新高 是这个地方的新高 是相邻位置的新高位置 破新高 我们指引 所以呢 这个地方叫破新高 还有呢 叫三倍周期时间 这个呢 是跟时间有关系 我们以后再跟大家讲 这是每一种 这一个 每一种的这个 这个指引方式 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1比1.5 我们得出的利润呢 差不多是21535个点 如果是买了0.1手 那么差不多就可以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就可以赚2153美金 2153美金 如果是用1比2来指引 那就可以赚2450美金 如果是新高 破新高的方式来指引的话 是破3800美金 还有一个三倍周期 这个周期是我们 我最近才发明出来的 是可以赚7 这是多少 个十百 7460 如果0.1手买黄金的话 可以赚7 0.76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这里面就是盈亏比 我这个盈亏比算不出来 为什么算不出来呢 因为我这个32单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没有亏损单 也就是亏损为0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单子 最差最差 保本损 所以我在这里有个200 我设定的是200 就是在200以后 启动保本损 然后回调 回调到150 回调到50 这一单子就跑掉了 就是中间 有150的这个点差 往下 他往下达150个点 那么我这个单子 就算亏掉了 亏掉以后呢 这个单子 我是不算 不算在我这个盈亏比里面的 不算在我这个盈的这个值 这个利润里面的 然后胜率按道理说 如果要是去掉这些 这些保本损的一些单子的话 我的胜率至少 我的胜率应该说是100% 也就是说没有错单 因为你没有错单 你肯定就是100% 但是呢 我这个地方是要求比较严苛 我把这些保本损 就是打掉的一些单子 我是把它算成错单 所以我现在的这个胜率呢 是62.5% 62.5% 然后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 这谁算的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胜率只有这么一点吗 请问 石头 但是你看它利润 是34.4吧 0.34吗 对 34.4 好吧 是34.4 是34.4 但是这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往往去 但是这一个单子 是赚的最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强化这一个 准备强化这种模式 这个还要不停的在细调 然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战法 在建立的时候 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战法在建立的时候 你可以进行一个拼接 比如说这个地方要满足 那个地方满足 然后呢 你可以再添加一些这样的技术 那样的技术 但是呢 一定要逻辑自洽 这个地方 我在一次强调 一直在强调 一定要逻辑自洽 什么叫做逻辑自洽 就是你在这个周期里面看 没问题 你到那个周期去看 有问题了 你就不能说 这个周期那我就不看了 不行 要在各个周期去看 各个品种去看 它都能够自洽 能够在自洽的情况下 然后你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朴实的 把它变成一个朴实的一个战法 如果你说 我这个战法只适合用某一个趋势段 那么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把这个趋势段给定义出来 你比如说我只能适用于震荡行情 就像小魏这个战法 我只适合做震荡行情 我 那现在我 小魏的战法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怎么把震荡行情 这个行情怎么把它定义出来 你不能是说 我看起来这个地方像震荡行情 你如果说看起来像 那就完了 因为你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东西是具有多解性的 你看起来像 别人看起来不像 那你这个东西到底像不像 你是不是就属于玄学了 所以一定要怎么样 就是要变成一个可量化 可执行的一个东西 就是像小魏之前 他的这个方法非常好 鳄鱼 鳄鱼大家记得吗 鳄鱼大家记得吗 当时我将鳄鱼技术的时候 我还真没想到 把这个技术变成一个震荡行情的 一个判定方式 大家记得吗 记得在我们群打个一 我记得 记得 你说说看什么是鳄鱼 三个指标吧 指标名我忘了 然后根据下面的那个OOA 应该是叫OA吧 OAO AO的那个地量 然后在结合上面 那三线交错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 就那个 赵波 赵波 类似于鳄鱼 鳄鱼鱼齿那个玩意儿 然后在地量的情况下 三线交错 然后出现大量的这个赵波 然后就来判 然后就 就来判定那个 震荡即将结束之后 要走出一个趋势 不是震荡结束以后 也不是结束 反正就是突破之后 要走一个趋势 但是这里头有个问题 这个小A我现在再问一下你 因为我现在刚刚想到 就是鳄鱼 它并不能判定什么时候 这个东西结束 那也就是说 你肯定会有一刀两刀会打损 是不是的 就是你可以很好地去判断 哪个地方是在走震荡 但是你不能判断哪个地方会结束 对不对 因为它结束的同时 它就是一个突破的开始 突破的开始 你这一单子 如果你做的是一个 比如说它向上突破 你肯定是做了一个空单 那么你向上突破这个单子 是不是就要打损 空单 运行三角判断 运行的三角判断 那你就是要提前把这个趋势线给划出来 是这个意思吗 它会 我会 它不是要结束的时候 不是会走三角吗 这也是一个 我就把三角这个判断给 判断它这个已经开始结束了 我就把这个单子做给炮了 可以 好 可以 好 那你这个账法我觉得已经快成了 祝你今年能赚个一百万不过分吧 人民币 不过分 石头你还加油了 大猪要加油了 你看别人一百万的目标啊 你们两个什么目标 我祝我今年赚了一万块钱 行吧 好 那个就是一定再次强调 就是我们的战法一定要逻辑之洽 一定要逻辑之洽 你不能是说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就是大家一定在做的时候 尽量是什么 先做加法 再做减法 就是先开始 我们肯定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都想往里面加 加完了以后呢 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全部去掉 全部去掉 然后呢 对于每个东西的判定 都是有准确的表述 准确的表述 比如说我对于正当的行情的判定 和正在这个趋势的行情的判定 我不知道大家做这个 大家做的这个逻辑思维导图没有 思维导图大家做了没有 啊 思维导图你们做了吗 没有 你们都不做呀 不要做 但 我本来有 然后 只是要在里面加东西 大家 大家就是在做的时候 尽量就按照 按照这个东西来做 就是你的这个战法 中间的核心 然后呢 它是每一个环节 扣一个环节 这些环节 每个地方是用了什么东西 你不要忘记了 因为你做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 哪个地方我要怎么样 你就按照这个手册 就比如说你把这个战法给确定下来以后 你就把它编成一个手册 编成一个手册以后呢 你就要这样去执行 哪怕这个单子错了 你也必须要去执行 你不能说啊 这个地方错了 哎呀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战法再换一下 你就不要再想了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改细节了 改细节了 就是你不要因为错了一个两单 我这个战法不行 我是不是又要再改 没有一个战法是百分之百的 首先告诉大家 没有一个战法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来说呢 大家大家就就是有一个好的一个盈亏比 有一个好的胜率就可以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这个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所以来说呢 就是大家有一个好的就行了 你不要你不要是一直就是想去搞那些东西 就是我这个地方错了一单 我就因为这一单子 我就把这个战法这个全盘否定 因为我们之前也走过这种弯路 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地方解释不通 我们就全盘否定了 把整个战法全盘否定了 后来我们又把这个战法又捡回来了 后来又把这个战法捡回来了以后 然后进行逻辑之洽的这些处理 然后现在才达到了这个最终的这个战法的这个目标 所以来说 当然我们现在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测试 比如说现在我们测试的黄金 我们还要测试原油啊 还有外汇啊 还有股票就不用测试了 有这个外汇啊 直盘啊 交叉盘啊 这些等等这些东西啊 这个我们再花点时间 再给我点时间 应该这个东西就非常全了 非常全了 好吗 祝大家呢 也把你的战法早日完成 然后呢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 胜率会比盈亏比更重要 不是盈亏比会比胜率更加重要 就从这一个上面 大家应该就看出来了 就从这个上面就看出来了 之前我们非常非常 就是我之前和老猪 还有这个石头走了个弯路 就是一直在追求高胜率 但是再怎么追求 我们最后的极限 我们最后的一个战法的极限 是百分之八十四 百分之八十二点几 我记得是一个百分之八十二点几的 一个一个数值 但是盈亏比一直都不太高 顶多就是一比五啊 顶多是一比五 我们现在都是一比二 你可以看一下一比二 三倍周期都拿到了一万多个点 三倍周期都拿了一万多个点 所以来说我们现在在追求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盈亏比 所以大家也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考虑 就是什么呢 胜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觉得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再把你的盈亏比要相对来说提高 胜率百分之五十以上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说能不能达到百分之八十 盈亏比也达到非常高 那是你水平更高 那没问题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胜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之间 如果盈亏比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盈亏比 你绝对会赚的钱比这个胜率高的人赚的钱更多 其实这一个这一点之前大叔还不同意 现在他也同意了 对吧大叔 你之前还反对 是你反对的吗 他不是 不是你吗 那是方蕾反对的 我反对的吧 好像是你反对的 我记得是你反对的 现在你也赞成这个观点了吧 盈亏比比胜率更重要 当然不能说胜率不重要 比如说他们两个应该怎么放 我之前是把胜率放在第一位 现在我是把盈亏比放在第一位 就是谁放在第一位 谁放在第二位 就是胜率呢 至少要保持百分之五十以上 然后盈亏比呢再更高一点 那么你的这个赚的钱就会更多 好了 那这个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进入今天的主题 色荣与MI 我在这里先问一下大家 我先喝口水 问一下大家 有几个人知道什么叫色荣 什么叫MI 色荣 社会融资 M2 我确实 知道 这是大家先看一个数据啊 我为什么突然想这东西 大家看一个数据是2022年的2月10号发的 是中国人民银行啊 中国人民银行发的一个数据 是初步统计 2022年1月份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6.17万亿元 注意是万亿元 比上年同期呢 多了9842亿元 大家看一下 大家把它整个整个读一点 然后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是4.2万亿元 反正非常多啊 非常多 然后我会慢慢的 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它给大家进行一个剖析 这个东西呢 其实跟这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CPI 就是每年每个月的这个CPI和PPI这个数据 一样重要啊 比如说原来呢 大家可能没有去关注这个东西 那么今天我就挑了这个头 让大家关注这个东西 那么大家以后除了这个什么PPI和CPI以外呢 就还可以再关注这个色融数据和M2 好 这里面呢 注意一下啊 就是色融的含义 什么叫色融含义呢 我在百度上面插了一段话 我觉得这个话呢 我估计大家也不会看啊 我大肆的说一下 就色融就是实体经济 从金融体系得到的 得到的资金 得到的资金 这个就叫色融 反正就一句话来说嘛 就是实体经济 从金融体系里面得到的资金 好了 这个就是色融 其他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色融组成 2021年 2022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2022年的这个新增本 你这新增本外币的贷款呢 是增加这个 注意一下 橘色这个部分 橘色这个部分 是2022年 1月份的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去年 2021年 1月份的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 叫做什么 叫做同比 还是叫环比 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看大家还记得吗 是叫同比 还是叫环比 看大家还记得吗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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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是同比 还是环比 同比 同比 好 同比 大家记得 一定是叫同比 因为它比的 注意 它比的是2021年的1月份 所以它比的是2021年的1月份 所以叫同比 如果它比的是2021年的12月份 叫什么 环比 对 环比 记得 别搞错了 因为这个 这个虽然就一个字的差距 但是它差距很远的 如果你比的是12月份 就是去年的12月份 那叫环比 因为它是从1月份开始比 比上一 上一次出现这个1月份 它叫同比 然后比前一个月 叫环比 好了 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都是一些这种数据 这些数据 目前来看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目前这些数据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橘色的 比红色的 也就是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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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什么事情呢 所以 代表着什么呢 大家能不能分析一下 从这个 这是官网说的这些东西 代表什么 代表今年 这个金融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的钱 要比去年多 对 记得 记得 就是 当然我们要进行两次 二次解读 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进行二次解读 表面 这是首先我们要进行表面性的解读 表面性的解读 就是 今年1月份流入的钱 从银行贷款流出 流入到实体经济的钱 要比去年1月份流出的要多 这就是结论 这是一句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就会导致什么问题 导致什么问题 导致这个市场需要金融来进行拯救 拯救 能这样解读吗 同志们 来看一下大家有什么解读的这个新的方案 能这样解读吗 或者说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不好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在这个时候 金融体系 在扶持市场经济 记不记得 我们去年说了两个新闻 两个金融界的新闻 一个什么 一个是降准 一个是降息 这两个事情都是干嘛 这两个事情都是干嘛 把钱给市场 对 你如果说大白话 就是现在要把资金给扶持实体经济 当然也包括房地产 所以呢 从表面上解读 也就是说今年所产生的这个融资的数额比去年大 流露的流露到市场的钱会更多 本身国家也是在降准降息 降准降息的主要目的也是让这个银行的钱放出更多的钱进入市场 本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些细分 看一下细分 那么细分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贷款余额 它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贷款是在那整个这个色容的61.7% 外币呢 在那是多少 本来这些都是一些数据啊 大家大致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最多的是人民币贷款是61.7% 也就是说现在整个色容里面最大的面就是61.7都是人民币贷款 明白吗 明白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这个色容里面的数据的细分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到底会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一月份的色容数据在大涨 它能够代表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是一月份大涨会带来人民币贷款4.2万亿 占整个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贷款是占了整个61.1% 这个百分比 那么这个呢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待会再来进行分析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证券这个证券 这个政府发行的债券 是占了这个6026 然后企业发行的债券是5799 好 注意这些数据 我后面要进行解读 好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就是结论就是什么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银行的信贷加大了力度 然后呢 政府大基建开始启动 也就是主要是什么 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叫什么 我之前说了一个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我去年就说了一个板块 在股票里面有一个板块 大家记得吗 新基建 大家记得吗 记得 也就是说现在政府又开始要搞2008年的放水开始修大基建了 又开始要修放水开始修大基建了 也就是说新一波的这一个大基建就要开始了 新一波大基建就开始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 那么这个里面到底云含着什么东西呢 首先蕴含着一些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在股证券市场 它会充当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在证券市场 那么有了这笔钱进入了以后呢 它会对于新基建这个市场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新基建这个新基建这个市场会有一个带动 然后房地产市场有一个带动 那么注意一下房地产市场呢 有两种解读方法 我待会把两种解读方法呢 都告诉大家 看大家是怎么来看 我们继续往后看 好 企业在建的增加 国企呢 投资开发的力度 然后发行证券 收购民营企业 这里呢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民企就是主要是指的 因为在中国的民企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企业 就是大一点的公司啊 大一点的企业 大部分都是房地产企业 那么房地产企业呢 现在基本上日子都不好过 大家都知道 比如说像恒大呀 像我看到这个上海的那个也不行了 上海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一下子到嘴边一下忘记了 就是这个上海的一个做房地产的一个企业也不行了 那么这些企业不行了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到底这个东西怎么办 因为很多就比如说 我们就以恒大为例啊 当然还有什么 像深圳这边也有很多 哎呀 一下子都忘记了 就是太多了 因为因为每天的知识量太多了 然后你像恒大这个房子 它就产生了很多的烂尾 并且我之前说过 它还有叫什么 叫外国的一些发行的债券 那么它就会导致两边 就是内外被夹击 内外被夹击呢 现在国家呢就开始来救它 怎么救呢 我之前说过 就是什么 就是国企去接手恒大的楼盘和地产 我之前说我之前说过 大家记得吗 记得了 好 那么这里头我就 这里面就产生一个问题了 那么这笔钱只能就一方 如果你是作为企业 你是愿意把这个钱是投入哪一方 就比如说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把后面的烂尾楼给修完 把后面烂尾楼给修完 然后呢 就是保交楼 这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就外边 就是我在外面呢 也发行了很多的这个债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主要是在香港发行了很多的债 然后发行了这些债以后呢 大家知道进行了违约以后呢 这些买的证券呢 包括华尔街啊 之前我包括说的布林肯呢 都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都说过 你恒大 你不能爆雷啊 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 那也就是说 他第二点就是还国外的这些债 第一点是就国内楼市 你觉得如果作为恒大 这家这个民营企业 他希望去做哪 哪一个 保哪一个 他只能保一个啊 首先前提 他只能保一个 你觉得他会保哪一个 如果你是许家印 你会选择保哪一个 我现在问一下你们 我会选择保教楼 然后把国外的在这儿往后面拖 好 其他人呢 来 这个一定要答啊 这个一定要答 我觉得啊 国外战也就是在国外的这些战 如果出现了爆雷 那么如果有人去告恒大 恒大就要破产 然后被清算 所以现在我在把这个外 我在把这个条件加入以后 你们认为 如果你是许家印 你是会保国外 国外还是保国内 保国外 为什么 保国外 为什么 就国内房子可以拖嘛 国外那个公司破都破产了 玩屁啊 玩 对 大家想出来了吗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许家印 如果他是作为公司 他其实是主要想保国外 因为保国外有一个什么好 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保国外 至少能够保住恒大 如果是保国内的话 如果你保国内 我们这样说啊 如果保了国内 就把这些烂尾楼修完 然后保交付 交付完了以后 如果国外告他 他破产 那么你就算把楼房修起来 又有什么意义 因为你的 你的这个公司都破产清算了 你修起来的房子 最后也会怎么样 最后也会被 就是做嫁妆给别人 好 如果是保国外 我们再来说一下保国外 保国外会怎么样呢 保国外 那至少能够保住一个问题 就是保住别人不告我 不告我以后呢 许家印 这个恒大 他至少不会破产 不会破产的话 国内会怎么样 国内会怎么样 国内就出现烂尾楼 那么国内出现烂尾楼会怎么样 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情 不会怎么样 你们承不承认 承认 不会怎么样 你老百姓拿许家印 没有办法 政府是跟许家印 站在一起的 也不会有怎么样 所以你觉得 现在我再给你们选择 你们觉得许家印 是想保国内 还是想保国外 保国外 对吧 所以按照私营企业的想法 他应该是保国外 但是呢 国家 我注意 国家 我说的是国家 国家是属于上面中央 我们说中央 中央的意思呢 是让国企收购 民企的这些项目以后呢 保国内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把你这个 我现在把钱给你 你就把这些地给我 给我了以后呢 这些钱你干嘛 你别去保国外 你保国内 保国内主要干嘛呢 维稳 你发现没 冲突了 矛盾了 看见没 有矛盾 有冲突 具体后面 到底会怎么选 我们拭目以待 我先把这个问题 先抛出来 大家拭目以待 看几个月后 发生什么事情 到底是烂尾楼继续修 还是恒大直接被告破产 两个选择 如果要是恒大继续修 那么如果是恒大的这个楼房是继续修 那就代表着恒大破产 一破产就就不远了 如果是国外保住了 然后这个烂尾楼没人管 那就是说明国内就放弃了 到底怎么选 我们拭目以待 因为我也没答案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来选 反正有两个选择 它不可能是说既保国外又保国内 这不可能的 所以来说现在 这个中国的这个私人的这个楼房 那只有两个选择了 要不就保国内 要不就保国外 我目前认为保国外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但是呢 国内不能不管 因为这么多蓝尾楼 到时候肯定要出现很多的这个聚集事情 聚集事情 你就是韭菜们要出来闹事了 韭菜出来闹事了 所以上边的意思呢 我觉得就是 他倒不是说在乎韭菜的感情啊 他是觉得这个事情闹的 因为现在本来经济就不太好 你如果让韭菜在这一闹 那不就那不就那个了吗 就更乱了吗 所以来说呢 他不是为了韭菜啊 他纯粹就是 他纯粹就是为了维稳 他纯粹就是为了维稳 所以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来说呢 这里面就有个矛盾 这个矛盾后面会怎么走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下面一个东西 就是未贴线银行 这个 这个汇票增加了 什么叫做 我先问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 未贴线银行对承诺汇票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出来一个新名词 因为你看在我们这个数据里面 在我们这个数据里面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 它是占比 占比 这个东西占比是非常 因为它是比之前这个占比是高出了很多 什么叫做 那这里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面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未贴线 什么是银行对银行对银行成对汇票 这个东西 什么是银行成对汇票呢 在这里我就举个例子 就张商 张商呢 他开一个企业 他开了个企业以后呢 他找这个李氏去拿货 他找李氏去拿货 找李氏去拿货的时候呢 他拿货的时候 他现在没那么多钱 比如说这个货呢 是需要一百万 需要一百万 他需要一百万 就是李氏要找张商 要要一百万 但是呢 张商呢 因为他是做企业 他现在没那么多现金 所以来说呢 他只有五十万 他五十万怎么办呢 他就跟你是说 老李啊 你看我们合作了这么久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呢 就跟银行呢 搞一个成多这个汇票 然后呢 到时候呢 三个月之后 三个月之后 你就直接朝银行 去把这个汇票呢 就直接就兑换了 然后呢 我的三个月周长期 我就把这个一百万 会还给银行 然后你是呢 觉得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 如果要是 我不把这个货给张商呢 这个生意可能就黄了 那就三个月三个月吧 反正是有银行做担保 那肯定没有问题 银行只要不会倒 注意在这里说一下 这个呢 是只要银行不倒 这个银行的存 这个存落这个汇票呢 是一定可以兑现的 注意啊 只要银行不倒闭 所以这个钱一定能够兑现 然后兑现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兑现的时候 李氏不再是跟张三是发生关系的 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不要以为啊 这个张三是从我这里拿的钱呢 我应该去找张三要钱 不是啊 这个地方呢 是李氏要去找银行去拿的一百万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呢 李氏就和银行呢 达成了一个协议 就三个月之后 这一百万 我从银行里面再拿出来 但是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 那这里面什么问题呢 那你凭什么 凭什么凭什么银行要帮你去做这个担保呢 帮这个张三要做这个担保呢 好 第一张三的企业 他是固定资产 所以他是有评估的 好 这第一 然后呢 第二 他本身还有五十万的活期 所以呢 张三呢 就把五十万先给了银行 然后呢 将他的企业进行抵押 给银行 然后呢 这企业肯定是不止五十万的 然后呢 我将这个钱给了银行以后呢 我这三个月还要给银行的利息 对于银行来说呢 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一个项目 这个呢 就叫银行承诺汇票 听懂了吗 听懂啊 其他人呢 听懂啊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个 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一个 当然 如果你们要开公司开企业的话 是可以增加一些这样的知识 就比如说 我现在跟这个产生了一个关系 那么现在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借钱很难嘛 那借钱很难的话 我找其他人借 借不到了 我就去找银行去搞一个这个东西嘛 对吧 所以来说呢 这个东西呢 大家了解一下 对于大家以后呢 就是开企业 开公司呢 都是有用的啊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叫银行承诺这个汇票 然后呢 我们这个现在呢 我们在这里面出了一个问题 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李氏呢 他现在等不到三个月了 本来是三个月嘛 也就比如说到四月份 他才能把这个钱兑换成一百万 他现在呢 就拿到了一个兑换的这个票 这个票 然后这个票呢 这个票是要到四月份才能兑换 这个票要到四月份才能进行兑换 然后这个票呢 是一定能兑换的 我刚才说了 只要银行不倒闭 那我肯定能够兑换 对吧 所以来说呢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那么这四个月 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现在 突然我现在家里发生了点事情 比如说 我的这个房子 我一下子房贷 一下子还不起了 然后呢 如果房贷要是还不起来的时候呢 这个大家就知道 那我现在这个房子 就要变成法拍房 那变成法拍房 那是一个非常得不上失的事情 那我现在就要把这个钱 要提前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干嘛呢 抽出来以后 然后把这个钱去还这个房贷 然后呢 把这个钱 把这个房子赎回来 大家说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吗 还真可能会发生 去年的2021年8月份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在上海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就是中间因为银行银行的这个承诺兑换 会票的这个事情贴线的问题 导致有一个人在黄埔区买的房子 然后赔了银行几千万 大家可以网上找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也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例子 下次给大家讲一下 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但是它其实也是主要是交给大家 就是跟银行打交道 应该怎么去打这个交道 比如说我要去通过银行进行贷款 如果在碰到这种大额贷款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去操作 这些问题跟以后有机会的话 大家如果愿意听的话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有兴趣吗 等一下我再说 好 我们现在就是如果现在 我现在赶紧的想把这个钱要取出来 然后但是我时间又没到 怎么办呢 因为我现在才2月13号 我明天我就急着想用钱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事就要去找到银行 跟你银行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 把这个钱直接给我吧 我等不到三个月了 那么这个时候银行就会跟他说 那你这不行 你这违反合同 但是你如果真的想兑换 我们也可以 但是呢 我们就会收理一部分违约金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这一个100万的支票 就变成了一个95万 其中的5万呢 就变成了一个违约金的一个惩罚金 然后他现在就拿到了这95万 这个呢 就叫银行承诺兑换的 承断的这个汇票贴线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就是这5万元是贴线 不是不是5万元是贴线 你没听懂 难道我这样的不够清楚吗 其他人听懂了吗 提前取出的话 他要有一个违约金 对 那5万就是违约金 其实他这八经能拿的就是95万 如果他等到了三个月 那就是100万 但是他要提前 那就要拿一个违约金给银行 对 这个就叫 承对汇票的贴线 这一种操作就叫银行承对汇票的贴线 那么现在我问一下 现在1月份银行承对汇票的贴线增加了 代表什么 大家都找银行要钱去了 找银行要钱去了 不是这个原因 这个不是主要原因 注意啊 你不是找银行要钱是它的关键原因啊 你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并不是在于银行怎么样了 在于就是找银行带这个钱的人多了 怎么是带这个钱的人多了 你这逻辑真的是混乱 那说明李四手里没有钱了才去提前去 对啦 主要原因是在于李四现在急着用钱 他手上没钱了 不然的话本来是一码可以赚100万 我这提前了两三个月 我就亏了5万块钱 你觉得我愿意吗 这才是主要原因 同志们听懂了吗 转过来没有 我先问你们转过来没有 我靠没转过来 你们转一下吧 哪位可以帮我重复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逻辑 有没有哪位可以听懂了 重复一下 无状了没重复 无状 就是感觉就是 反正就现在买房子嘛 然后还不起印象贷款 然后想办法搞点钱了 是吧 有人吗 没有人 我就打个比方嘛 你比如说就这个人 他 他就是反正现在手头没钱了 手头紧 比如说他家有个房贷啥的 翻不起了 然后赶快把钱给搞出来 可以这样 对就说明实体经济没有钱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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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反正就是钱少 对 你这样理解是没问题的 就是实体经济现在招不保息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实体经济招不保息 我现在 先把这一顿先吃到 下一顿在哪里 我不知道 我先 现在哪怕亏一点 少赚一点 我先把 吃到自己嘴里面 不然我就饿死了 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 听懂了吗 不然的话 谁会想着 哎 我的一百万 可能就两三个月 我就一下亏了五万 我干嘛去做这种事情呢 对不对 如果我再忍两三个月 我不就可以多赚一些钱吗 大家听懂了吗 但他那个不是 未贴线银行成 对会股票吗 他是 未贴线 其实他就是这一个 哎 这个 未贴线 我看一下啊 未贴线 应该是打错了 应该是贴线 好吧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就是什么呢 现在就是银行 就是企业 现在缺钱了 缺钱了以后呢 我现在就是提前 要把这笔钱拿出来 然后喂在我自己肚子里面 就这个意思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其实在从侧面 说明了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企业 可能很困难 当然你说 就这一个数据 能不能够体现这个问题呢 我们再往下看 啊 一月份人民货 这个人民币 人民币贷款 它进入哪些地方了 我们来看一下 啊 注意这个数据非常有效 哎 这个数据非常有用 大家注意一下 2022年还是橘色的线 2021年是红色的线 大家注意一下 居民户 大家注意一下 居民户 居民户 居民户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注意它这里面是有区分的 居民户里面的短期 中长期 然后居民户是分成了短期和中长期 也就是说居民户比去年怎么样 红比减少了 减少了 减少了里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减少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短期减少了很多 看到没有 短期减少了很多 中长期也减少了很多 那么主要减少的是在于短期 那么大家知道短期是干嘛的吗 短期是拿来救急用的 短期是拿来救急用的 好 这里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短期 什么叫做中长期 短期呢 就是一年以内 短期就是一年以内 中期呢 就是一年以上 五年以内 长期呢 就是五年以上 大家懂了吗 这个里面 询问是这样的 那么短期明显就是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的减少了 好 然后中长期的 一至五年的 因为它中长期 它是放在一起的 那我们只能说说一年以上的 我们只能说一年以上的 因为它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一年 这个中长期 到底中期是占多少 长期是占多少 那么中长期也是减少了 那么中长期 我们这里呢 我们就假定 我们就假定 中长期主要是做什么的 在中国的消费里面 中长期主要是做什么 你们想一想 在中国 买房买车 对 主要就是买房买车 那么短期的也减少了 短期减少说明什么 就是做实体经济贷款的时候 不是 我觉得那叫企业贷 那叫企业贷 因为后面有一个专门的企业贷款 你看 短期减少 我的理解是就直接躺平了 对 没有消费 就是原来我用信用卡 你像信用卡消费 它就属于短期贷款 我连信用卡消费 我都不消费了 我原来用信用卡消费 我现在连信用卡消费 我都不消费了 这叫短期 因为我一年以内 你想想 信用卡都是在一年 我这个月消费 我下个月还 对不对 是不是叫短期消费 或者说我这个月消费 然后我12个月以内 我把它还掉 这是不是叫短期消费 所以现在是什么 短期消费 就基本上中国老百姓躺平了 就可以这样理解 没有消费了 这个我相信我们会在 1月份的CPI和PPI里面 会看到数据的 在验证 这个东西我们要进行验证 因为中国的官方数据 90%都是做了水分的 大家都明白 这个我就不用去多说了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我们要通过1月份的这个CPI数据 下周的CPIPPI数据 我们再来进行验证 就像我们之前做这个单子一样 我们要不停的验证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开单点 不是说我通过这个数据 我就在这里盲拆 现在就是经济不好了 或者经济爆发了 都不行 我们要进行反复验证 下周是非常关键的一周 我们会看到CPI和PPI的数据 那么能不能反向的来求证 是不是中国老百姓 已经开始上评了 买房子也不行了 中长期 因为中长期就是代表着买房买车 其实买车它还是属于消费 买房子属于投资 那也就是说 其实中国老百姓的买房子欲望 如果真的不行了的话 基本上就躺平了 好吧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东西 起事业单位的短期 这个是融资 融资的这个里面 也是分成了短期和中长期 注意一下 这个是也分成了短期和中长期 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是什么呢 这个是短期的短期的增加了 大家可以看到短期的是增加了 中长期呢 跟原来上半年呢 跟去年呢 差不多 跟去年差不多 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 好 这里面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里面我们能解读出什么东西来 国企它属不属于其事业单位 属于 那我解读出来就感觉 今年一月 然后消费 不是消费 贷款主力还是在国企这块 然后整个市场的话是比较低迷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国企啊 然后咱们市场上面个体 然后民营企业这一块的话 它没有给一个很好的信号 然后它给好的信号就是国企 国企在贷款 国企要搞事情 也不是国企说嘛 就企事业在贷款 企事业要搞事情 然后咱们普通老百姓 然后民营企业就躺平 你为什么会有 你不是 你不能是自己在凭空一想 你知道吗 你必须要给一个原因出来 你为什么从这个数据 你就觉得是 就是各 就是私人企业在躺平 国企在贷款 我的理由就第一哈 然后它这个居民户 虽然它不是属于民营企业 但是这个居民户的短期 它能短期跟中长期 它能体现 就是比如说 我民营企业 我的老板 难道我不生活吗 难道我不买房买车吗 然后它的同比减少的话 就说明 就说明整个 就整个 整个市场的话 它就是一个属于低迷状态 它处于低迷状态 然后这里面可以反馈到 民营企业里面 因为民营企业的老板 老总 它也是属于居民户 但是我觉得 毕竟是属于少部分的 你就算是马云这么有钱 马化腾这么有钱 他一天能够吃一千万吗 他也吃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居民户 和这个 之间没有 当然有一些关联 但是你说必然关联 我觉得不至于 所以你这个逻辑 我觉得应该是不能自洽的 短期是开销 中长期是投资 这个话说的对 短期是开销 中长期是投资 这个话说的是对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刚才说了 中长期是一年以上的 当然因为本来应该算五年 我们要算长期 应该算五年加 所以来说 它把中长期放在一起 它很坏啊 应该我觉得把短中期 放在一起比较合适 也就是一年到五年的 应该或者来说 再分析一个中期 就是短期 中期 长期 它就搞个中长期 你知道坏不坏 我靠 它一年加 我怎么知道一年 它是带个两年 还是带个五 带个二十年呢 这个我 它就没数据了 好吧 那我们就只能 从这个数据上面去分析 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首先是短期是消费 这就是开销 然后长期呢 是叫什么呢 是叫投资 这一点是认可的 为什么呢 你比如说我投一个钱 我投一个 我投一个企业进去 你觉得这个企业 要多长时间 能够把利润赚回来 然后把这个钱还给银行 你们觉得这个周期 应该是在多久 我就给你们设定一下吧 你们觉得一年之内 搞不搞得定 肯定不行 对吧 肯定不行 还不是说那个的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了这个中长期 带的钱相对来说 没有短期那么多 对不对 好了 那这里头 我们这里头还要排除一个 还要排除一个中长期的投资 就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我们前提是大基建启动了 大基建是代表什么 又开始来修路 原来修一条 现在我在 原来修一条高速公路 从从云南到 比如说打个比方 从云南 从从中国的最左边 然后修到这个黑龙江 从中国的最左边 修到这个黑龙江 修到这个中国的最右边去 那这里面这个高速公路 至少贯穿1200公里吧 2000公里至少要吧 现在我又要来修一条 那么这个 这一笔钱 我相信啊 我不能说是有数据啊 这个没数据 但是我相信 整个就这个大基建的这个投资 可能就占了整个这个中长期投资的多少 至少我觉得是三分之二以上是有的 那么去掉这三分之二的投资 剩下来的 剩下来的就是真正的一些企业 在进行投资的钱了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这个逻辑能不能自洽 你们能不能把这个逻辑转过来 转不过来 转得过来啊 其他人呢 完了 点名吧 小位转过来了吗 大人只知道 大账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其实这里面反映的是什么呢 其实你看啊 去年没有大基建 你看去年没有大基建 跟今年有了大基建 差不多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说明其实长期中长期的贷款是在减少的 表象是在增加 其实是在减少 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啊 同志们 是的 对吧 这个这个分析没毛病吧 这个分析没毛病吧 好了 我们再来看 短期 短期呢 我在这里要讲个例子 讲个什么例子呢 就是以张三为例 短期呢 它是可以操作的 因为它是在一年以内 那么短期是可以操作的 讲个什么例子呢 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个例子 还是张三 张三呢 现在呢 就这个企业就做大了 做大了以后呢 他就跟银行去商量 他银行 就是银行呢 就跟他去商量 银行就跟他商量 银行捞总就跟他商量 你看我们 我们2022年1月份有个指标 你的企业做大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呢 我给你1亿的这个信贷 什么叫信贷 就是信用贷款 就是你们企业 就是以你们企业的 你们企业的信用 作为这个担保 然后呢 我给你1亿人民币的贷款 然后呢 这个贷款呢 是谁借谁还 你呢 就是1月31号 1月份有个31号 我看一下 1月有个31号 1月31号 你1月31号借 然后呢 2月1号 你还个银行 然后呢 中间的利息呢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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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银行呢 就给你 然后呢 你就支付这个利息 不需要你花一分钱 因为这是上面的任务 所以来说呢 你看能不能帮我 帮我个忙 因为现在呢 现在这个国家 要催着 让我们把钱带出去 你看能不能帮行 那张三说 我现在卖这个银行行长一个面子 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可以啊 那你就把这个钱 那你这个钱就带给我吧 然后我2月1号 我把这个钱还你 短期贷款就存在一个这样的作假的问题 大家听懂了吗 短期贷款就存在一个作假的问题 1月31号带进去 2月1号还回还回来 然后呢 银行就完成了他的任务 完成了什么任务呢 我进行贷款 因为你现在上面领导 硬逼着我 要进行 比如说我这个银行 我这个银行分了两亿的额度 我这两亿的额度 我要 我要是完成不了 我就拿不到我的技巧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跟张三这个企业老板 去聊嘛 去商量嘛 这个事情我达不了 就是说 我就说这个公司贴线一点 这个银行贴线一点 把这个利息给他还了嘛 对不对 只要是张三这个企业 是相对来说 是一个靠谱的企业 当然 银行要找张三 肯定不会找普通的企业 肯定是找了国企 他肯定是找了国企 就是这个国企 他肯定跑不掉的 就是他肯定不会是说 在这一天 拿了一亿人民币 然后直接人间蒸发了 老子企业不要了 我就拿了人民币跑路 不会有这种 肯定是找 比如说像中国建筑 然后就比如说 找这种国企 然后去赚一天 赚一天以后 就是人民币一日游 产生了这个一日游以后 银行的额度就完成了 我贷款贷出去了 你看 具体贷了多少天 银行是不会去 银行上面是不会去管的 你完成任务了 计较给你 银行接大还起 张三也卖了 银行行长的一个面子 多好 大家都是接大还起 所以来说 其实短期贷款 就存在一个这样的方式 我相信这种方式 你这说的是不是存在于 我们中国银行 存在于我们现在 这个银行的贷款里面的 这个方面呢 其实我告诉大家 我说的这个例子 绝对算是一个普利 我说的这个例子 绝对算是一个普利 就是说 只要是稍微 那些银行的银行都在做这种事情 只不说你们知不知道而已 好吧 因为像咱们都是属于韭菜 像咱们都是属于韭菜 所以来说呢 这个呢 就是他的这种操作方式 操作方式 好了 那么所以来说 这个短期的 短期的 也就是一年以下的这个玩意 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主要是要看长期的 长期的呢 大家也都知道 今年有大基建 有大基建的情况下 一月份也就是产生了一个这么 也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贷款数据 那你觉得这个数据好看吗 不好看 不好看 短期是可以做假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在拭目以待 我们再看下个月 是不是也是这样在玩 好 我们再继续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只看这个数据是否能恢复 基本上就有点幼稚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 短期数据可以做假 长期数据呢 这个东西呢 因为有大基建在这里面 也就是国家在称这个 也就是国家 相当于是叫什么呢 国家在自产自销 你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数据 给做起来好看 那不行了 你要让老 你要让民企能够真正的 数据好看 才叫老百姓口袋里才有钱 你如果说国家在里自嗨自乐 那没用的 我告诉大家 这钱落不到你口袋里面 落不到我们任何老百姓的口袋里面的 所以来说呢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要看这个什么 要看涉容数据 一定要看长期数据 你短期数据作假 这个玩意儿在中国太太普遍了 所以来说呢 我们就是要看长期的增量 而且还要看它的增量 注意是看它比上一年增加多少 然后如果才长期贷款的增量增加了 说明说明企业对经济的增长有信心 这个我相信这个结论大家应该能得出来 就比如说 我觉得中国以后会变得更好 那么我就会加大投资 因为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是卖可乐的 比如说我是卖矿泉水的 因为现在大家有更多的钱去消费 所以我就多生产矿泉水 我多生产矿泉水 我现在一年我这个工厂只能生产一万平 然后呢 现在以后中国会发展的更好 那我现在就再搞一个流水线 然后我让这个生产线呢 就是让每年可以生产两万平 那么生产三万平 生产四万平 这就需要大量的投资 那么这个呢 就属于长期贷款的增量里面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所以得出最后的结论 如果企业不愿扩大规模 长期不限 那么中国经济想要增长 就只能靠国家大极限来维持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也就是说 以后就是国家纯粹在投资 私营企业都在躺平 私营企业和老百姓都在躺平 也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一个 国富民穷的时代 即将到来 国富民穷 就咱们 咱们不用去在这里说一些什么 像朝鲜啊 像那种很遥远的话 就国富民穷 就非常好的形容现在 好了 这都是数据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东西 M2 什么是M2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M2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央行中国一月份 M2余额243.1亿 同比增加了9.8% 广义货币增加了9.8% 好 这里面发屁里发达 然后这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 注意 这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 这是央行发的 这不是 这是权威部门发的 所以来说呢 这个大家也可以在网上看得到 首先就是M1 然后还有一个M0 这都是一些专业术语 还有一个M2 还有一个M2 M2和M1会形成一个剪刀差 等一下我再来讲什么叫剪刀差 好吧 在这里我先问一下大家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M2 不知道 又不知道 其他人呢 有知道的吗 我的天了 咱们咱们咱们真的是要进行科普到什么地步啊 每天都在科普 M2 什么是M2呢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呢 我给大家就是做了一个图表 M0 M1 M2 M0呢 就是流通中的现金 就是说我们口袋里面 这个钱正在进行消费 就是银行体系外 有外的就是我现在这个钱 我是没有放在银行里面的 我是拿出去在进行消费的这笔钱 或者是正在消费的路上的这笔钱 属于M0 这笔钱呢 是不被经常是不被寄成在内的 好 下面一个就是狭义货币 就是M1 M1是什么呢 是M0加企业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 注意M0就是流通中的现金 就是正在消费的这笔现金 然后加上一个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 活期存款呢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存款 是在一年以下的都属于叫活期存款 一年以下的都是叫活期存款 一年以上的中期存款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中期存款 长期存款五年以上的 所以来说呢 现在呢 就是活期存款 就是一年 就是M1 好 广义货币就是我们所说的M2 M2是什么呢 是M1 也就是M1呢 是M0 注意M1呢 是M0 也就是说M2是等于M1加M0 然后呢 再加一个企事业单位的定期存款 和居民存储存存款 说白了 就是市面上所有的钱 说白了 就是市面上所有的钱 听懂了吗 M2就是市面上所有的钱 我这用大白话说 就是市面上所有的钱 然后这个呢 M0呢 就是我现在在消费的钱 明白了吗 然后M1呢 是代表着企业现在手上的一些 就是放在这个银行里面进行 可以随时会动用的一笔钱 M2就相当于现在手这个在社会上所有的钱 O 就全部 明白了没有 你首先要把这个含义搞清楚 什么叫M0 什么叫M1 什么叫M2 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以后 下面才能继续往下讲 搞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 就你一个人清楚了吗 来 其他人呢 清楚打个1来 你们是不是快听睡着了 今天是不是听睡着了 无状打1 没有啊 杨昊打1 什么 没有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这里呢 我们注意一下 这是官方数据 M1迅速回落 M2增强继续回升 注意M2是红色的线 M1是一个蓝色的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是在去年2021年的1月份的时候 M1是最高的时候 M1是最高的时候 M1最高的时候 说明这个时候是什么 最高的时候 这个地方最高的时候 说明什么 这个地方最高的时候 说明去年在2021年的1月份的时候 是企业最愿意投资的那个时候 因为他手上的钱最多 活钱吧 我们称之为叫企业上手上的活钱是最多的 然后从1月份开始在逐连下降 在逐次下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大的 最大的一次下降是在这个地方 最大的一次下降 首先是在这个位置 9月份 然后从9月份之后 然后从9月份之后到12月份 就开始直线下降 那么现在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展开你们爱因斯坦的脑袋 你们想一下 2021年的9月份到12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 教培 教培什么 以新东方学议师为代表的被装剪了嘛 然后还有就很大 还有什么 想起来了吗 9月份发生了 教培全灭 互联网共同富裕 然后到了11月份的时候 11月份的时候怎么样 11月份的时候出现了这一个恒大爆雷 然后你可以看到M2 然后到12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小波的上涨 到12月份的时候 有一波小波的上涨 然后过了12月份 又开始狂跌 12月份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想一下跟企业有关 跟企业有关 12月降准 对 12月份降准 然后很多企业拿到了 可能就是拿到了一笔贷款 或者是从银行拿到了一笔钱 然后这个时候就放在了这个自己的这个银行里面了 然后进行这个活灵活用 是不是对上了 大家是不是发现时间就对上了 然后到现在2021年 2022年的1月份降到了零以下 看见没有 说明什么 就是现在的企业都没钱了 就是没钱放在银行里面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给的结论 就是1月份企业的活期成款减少了 那么活期成款减少 那么现在我再提出一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 企业的活期成款会减少呢 我问一下大家 业绩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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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企业手上的钱 活期钱就变少了 不是不盈利了吗 不盈利了 好 还有其他答案吗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中央企业倒闭了 中央企业倒闭了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你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 什么悖论呢 就是刚才你不是说老师 你不是刚才还在跟我们说 现在很多的钱就带出去了吗 怎么一方面被带出去了 一方面这个公司这个企业里面的钱 反而在减少呢 注意啊 这里面就有一个悖论 什么悖论呢 M2是在将相加 大家可以看到M2在往上撬 大家看到没有 是在往上撬 M1是往下在乘 那么中间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叫剪刀叉 这就像一个剪刀一样 这就像个剪刀一样 像个剪刀一样 剪刀叉 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我在这里还是给大家讲个例子 讲个例子 就是刚才我们还是以张三为例 我们还是以张三为例 张三呢就配合领导呢 从银行里面贷款出来的一个亿 贷款出来的一个亿 好这一个亿呢 这个张三说这个钱呢 然后这个领导啊 这个银行的领导说 张三你这个钱呢 你看你现在反正也不想用 你也不想投资 投资借你这个厂 你要不这样吧 你就把这个钱呢 你就放在我们银行来吃个利息 这个利息呢 我给你这个利息呢 5% 然后呢 然后张三说那你给我这个 那我现在把这个钱带出来 然后我要给你多少利息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 银行领导就说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给我4% 不是 你给我银行4% 然后呢 我再给你5%的利息 然后呢中间要1%的利差 对不对 你别看只有1%的利差 1亿人民币 那1%的利差就非常多了 那1%的利差 你这样行不行 0.5% 那么你拿走 0.5% 我拿走 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应该是非常常见 对不对 这种事情在中国太常见了 这叫吃回扣 或者叫权力寻租 这种事情一发生 那么这个张三一想 一本万利的事情 有什么不好的呢 干 他就把这笔钱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以后呢 他就按照这种操作 他从银行里面带出来的时候 是4个点的利息 然后呢 他把这个钱再带回给银行 是拿5个点的利息 中间呢 有1个点的利差 其中0.5个利差是鬼张三 然后0.5个利差呢 是个银行的某行长 这不就出来了吗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结果就是M2和M1的剪刀差 就越来越大 大家可以看到 从这里开始 中间的距离就越来越大 按道理说是什么呢 按道理说你想想 货币越来越多 对不对 货币越来越多 M1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跟着跟着这个M1 应该是跟着这个M2 一起在上涨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趋势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 人就是在市面上出现的钱 越来越多了 那么企业手上的活钱 应该也会越变越多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现在市面上的钱越来越多 企业手上的钱越来越少 这个现象就叫剪刀差 又是一个新名词 听懂了没有 这三个字 听懂了没有 听懂没有 听懂了 好 那么这就是一月份企业M1往下走 说明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我们得出最后的结论 结论就是说明企业不愿意去扩大投资规模 那么也就说明企业对未来的经济不乐观 然后哪怕他去做一个一本万利 无风险套利的买卖 他也不愿意把这个钱投资到实体经济里面去 这就是最后的结论 好了 可能有人就看出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你们想到了吗 这里面有个矛盾的地方 矛盾的地方 看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 这里面有个矛盾的地方 什么地方矛盾 能看出来吗 要不要我来说 还是你们再想一下 你们逻辑就这么差吗 大哥们大姐们 你们逻辑就这么差吗 这里面有个矛盾的地方 能不能看得出来哪个地方矛盾的 来快快告诉我 来同志们 那就银行自己亏了1% 对 没发现吗 同志们 你们既然没发现这么大的一个破绽 你们发现了没有 同志们 银行贷出去是4%的利息 然后要把5%的利息给别人 他自己吃4% 他扑给别人5% 相当于银行亏了1% 你没发现这么大的一个破绽吗 同志们 你们都是干嘛的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想啥 我问你们 你们在想啥 这么大的一个破绽 既然没发现 那么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你能做到一个亿 银行绝对会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优惠 如果你能做到一个亿的资产 银行绝对可以给你这个方式 所以来说 大家注意一下 这种性 其实这种现象 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是属于什么个别现象 只要属于 你只属于国企啊 什么地方 其实都在走这种方式 而且银行呢 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 将这个钱呢 来挣回来 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为这个矛盾的地方 去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比如说 他从这个存款里面 他从中国 中国老百姓的这个存款里面 抠出一点 那就可以把这个1%给挣回来了 而且我刚才说了 有5%是归银行行长 0.5%是归那个银行行长的 所以银行行长 就算是有些地方能够那个的话 我相信他也能够通过做账 能够把这笔账给抹平 所以这个东西不存在任何问题 虽然这个地方确实有矛盾的地方 但是在中国 这就是中国国情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就是中国国情 不存在任何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下最终的结论 最终的结论就是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 中国政府向要靠大基建 一天改命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结论 这个结论 我们还要通过1月份的CPI PPI来进行验证 也就是中国老百姓躺平了 中国企业 中国私企躺平了 然后现在就是靠中国政府 想靠大基建来为一天改命 到底是不是我们再来看 1月份的CPI和PPI 好休息一下 大家对于这个解读 有什么问题吗 听懂了吗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M2 和这个M2和这个里面 色荣给大家讲了一下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 我相信 我相信一定会在CPI和PPI里面 露出破绽的 我相信 虽然它会对这个CPI PPI进行一些美化 但是我相信还是会露出破绽的 就像我在解读去年12月份的 这个CPI和PPI的时候 我能解读出 就是大家能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来说 这里面的数据 它骗不了人 就算是它做过美化的数据 我相信这个数据可能会更差 比如说 它现在这个地方 它是差不多可能是在3这个位置 我相信可能它不美化 可能是到-4到-5 它是美化完成了以后 是-2 所以来说呢 现在 现在所有的数据 那我们因为也拿不到真实的 其他的数据 所以这里面就出来了一个东西 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就叫什么 李克强经济学 李克强经济学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李克强自己都不相信 李中堂 这个太敏感了 我就说李中堂 李中堂自己都不相信 中国经济的一些报的数据 所以来说呢 他后来就说 你这个中国统计局的统计的数据 我不相信 你把这个用电情况 就是第一 就是李克强经济学就是什么呢 三个指标 第一就是运输 第二就是用电 第三个好像是人口流动吧 第三个我不记得了 就是反正两个是确定的 一个是运输 就是每个月运输总量 第二个呢 是这个用电情况 因为用电 因为你这个居民不会太大的变化 主要是企业嘛 你那企业用电多 那说明肯定是效益更好嘛 企业用电少 你肯定就更差嘛 因为这个用电你是跑不掉的嘛 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去作假 因为你用电多了 你就要交更多的钱 你这跟钱打算关系了 你就没法作假了 所以来说 李克强经济学 他也连李中堂 他自己都不相信 这个中国统计局给的这些数据 那我们也就只能是说 按照这个统计局给的数据 来进行建招拆招了 所以来说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只是单方面验证 我们还要通过一月份的CPI和PPI 进行反向验证 就是两次验证 两次验证以后 我们再得出最终结论 到底是不是企业和老百姓在躺平 然后现在全靠国家政府在发力 到底是不是这个结论 我们下周见 OK 好了 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就开始来讲外汇了 这个体材我们就讲完了 好 大家可以自由发言一下 我们休息十分钟吧 10点10点15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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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